娛樂圈一向美女 多不用後天加工 很多只是出生前混一混 就贏了整條起跑線回來 那就是怎樣混? 混血啊 即是惠蘭惠斯宋之寧 就是中非韓和中韓混血兒 不漂亮嗎? 頭兩個是歌手 另一個是選過講者 不對嗎? 是的老闆 即是第一個 100%亞洲原產 中國越南MIX 終於看 爸爸是Chinese 媽媽竟然是Vietnamese 不過在加拿大出生 讀書兼畢業 漂亮成這樣 Unexpected 中國印尼MIX 唐玲 8歲3年級就出道 大女兒之後在TVB拍了很多劇 但原來她都有四分之一的印尼血統 猜不到 中日MIX 林佳欣雖然已經是媽媽級 但這麼多年來都是這麼可愛 原來Auntie是台日混血兒 那Uncle呢? 正宗香港仔 中蒲MIX 李佳欣 1988年的Miss Hong Kong No.1 亦被譽為史上最美港者原來是澳門出生的中蒲混血兒 哇 看來這種混合才最有水準 下一個 蒲澳MIX 梁洛斯 原名是梁洛瑤的Isabella 原來是澳門出生的澳門葡萄牙混血兒 還很小就來了香港發展 好 一路一帶 去到歐洲了 中國意大利MIX 韓君亭 拿過亞洲小姐冠軍之後 當年過了TVB後來積極減肥成功 來到車見車載 不過之後因爲意外令被哥受傷 現在努力康復中 中國德國MIX 楊榮 Angela baby 上海出生 爺爺是德國人 Auntie是上海人 所以有25%的德國血統 下一個 中英MIX 醬柏芝 一半中國一半英國 是不是先說以前香港先 即是正宗港女咯 其實大家誤會了 嘉欣柏芝 只有四分一的英國血統 不過靚媽減產 照顧兩個兒子 應該保持得這麼漂亮 最後一個 中威得意MIX 什麼 莫文慧 Uncle一半是華人 一半是維爾斯人 那Auntie呢 一半是華人 四分一是德國人 又四分一是伊朗人 所以他是中威得意魂血兒 看完以上10種MIX 究竟怎樣混合才成為史上最美呢? 再不是你自己又試試混合一下 看看有沒有意外驚喜 又或者多多意外 混合到少少驚喜呢 完